鼻咽癌无法进食案例 在2000年底因同事喝醉跌倒而帮忙送医院 刚好当下我的卓尔有问题而顺便挂号耳鼻喉科 医生诊断后要求切片 检查后再把我转诊到头颈部肿瘤科 我就知道是癌症肿瘤了 2001年元旦医生确认为鼻咽癌 并安排两个月的疗程 期间共做了42次的电疗及4次的化疗 我的体重从83公斤降到60公斤 这几年电疗的后遗症让我左脑的动脉完全堵塞 装了6支支架并开始天天服用防血栓的药物 医生嘱咐药物千万不可断 同时因脖子的纤维化 渐渐的又产生了我吞食的问题 没有办法只得靠研磨食物来裹腹 我觉得又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直到2018年5月吞食更困难了 连口水都无法吞食 体重又下降到60公斤 只好到医院开刀 做胃罩口来维持进食 让我考虑到这个管子是否要跟着我一辈子 索性在老婆的介绍下 我来到了原始点综合推广处 第一天经志工按推 脖子后我居然可以勉强喝一口姜汤 虽然很辣但让我信心大增 每天早上爬山后回到推广处 利用人工手肘做按推 或者请师兄师姐按推 紧接着做温敷 这些操作都必须按部就班的确实做到 千万不可偷懒 我发觉到爬山让我体力越来越好 更有精神 有一天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 跑到台中半天 都没有做到按推及温敷的动作 姜汤也没喝 所以整个喉咙又有紧缩的现象 还要麻烦休平师兄来到家里帮我 做一些补救措施 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之前 都不要掉以惊心 否则你就必须再花几倍的心力去恢复它 除了天天爬山运动 以及忌口吃寒凉物 我发觉温敷和观念真的很重要 不管在推广处或家里 我都随时保持着脖子温敷 渐渐的我感觉到纤维化的脖子开始松散软了 之前转动脖子会痛现在轻松多了 只要有空我随时都用手机看张医师的讲座影片 让我观念更清楚 我把所有的药物都停掉不吃了 而且身体也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过了两个星期 我开始尝试着喝流子的东西 几天后我开始觉得肚子饿 这是以前用胃灶口灌食所没有的感觉 让我充满了信心决定不用灌食管了 所以在7月份我都能完全以口食方式计食 并且在7月26日我决定回到医院 将胃灶口之灌食管拆除 到医院医生曾问我了三次是否考虑清楚 从6月11日到7月31日刚好一个半月我从无法吞咽 需要用灌食到可以喝流子的东西 我想这是我另一个新的开始 我真希望能够正常的吃东西 我深信原始点 按照张医师的教学一定可以达成目标 最后建议学员们一定要加油 以及从未接触或想认识原始点的朋友们 借着我们自身的经历 让大家更深一层的了解与体会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婆一路的香水 以及综合推广处的师兄师姐们鼓励与支持 感谢